被全网黑豹的Nike PG4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差吗 优优独播剧场——Yo! What's up!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双Nike PG4保留乔治第4代签名鞋的实战测评即打分 大家都知道这双鞋从发售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状态 我也想问问看视频的各位有多少人真的入手了这双PG4 现在如果你已经买了这双鞋无论任何的配色可以在单目里面扣个1 没有买并且感觉不会买的话扣个2 如果你还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没有下手的话可以扣个3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双鞋在国内和国外 关于实战性能的评价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分歧 在国内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喷的状态 而我在YouTube上面尽我所能的看了很多很多博主 关于这双PG4的实战测评之后 我却发现他们普遍给出的评价没有说特别高吧 但是也是一个不错不至于说是一个垃圾的状态 这就不得不让我产生了一种猜想就是这双鞋不同的版本 会不会在实战性能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这双是在意大利米兰买的也就是欧美发售的非EP的版本 这边原价是120欧元我买的是新品九折108欧元 在国内一般发售的都是加宽的EP版本 在国外的博主当中我经常看的比如说 Nightwing还有Soul Brothers都给出了还可以的评价 但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Hooped Life的Nelly Chan 他就给了这双鞋非常差的评价 但他现在不在美国而是在澳门打职业比赛 所以他入手的版本肯定是亚洲发售的EP版 这就更让我怀疑这次的EP版和非EP版有着很大的性能差距 我实战之后的感受也是他并没有说特别的出色 但是也完全不至于是一双垃圾的水平 我穿起来感觉还可以 因为这双鞋争议很大嘛 我也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头一次特别特别集中的来测试一双鞋 就是为了更好的体验他的实战性能 入手他之后我已经穿着他打了很多很多次的球了 其中还包括了比较高强度的比赛 而鉴于我个人入手并且实战的就是这双非EP的版本 我也就针对这双非EP的版本为大家进行实战测评 所以本期的内容呢 旨在分享我对这个版本球鞋最真实的实战感受 可能对于有条件入手非EP版的朋友呢 会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 在正式的测评环节开始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关注 What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新浪微博Instagram 还有在各大视频平台订阅我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更新 并且我还推荐大家能够去关注一下我的某音 因为我现在手里可以分享的东西 还有我平时的日常真的非常的多 所有的东西都做长视频的话 我一个人真的是做不过来 所以我也想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多发一些内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另外因为我在国外的原因 绝大部分视频平台的直播功能 我都不能正常使用 目前来看唯一能够正常直播的平台就是某手 所以大家如果想和我聊天问我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我直播的时候来找我 另外还是像往常一样 既然你已经点进了这个视频 并且看到了现在 不妨多多给我点赞留言分享 B站的用户还可以一键长按三连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双鞋的实战测评 这双鞋我穿它打球的次数绝对够多了 而且时间也足够长 已经对它的实战性能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体验 首先老规矩我们还是来看球鞋的外底 外底的抓地力是非常好的 在各种场地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这是这双鞋最大的优点之一 我穿它打的那个比赛 是在一个非常老旧的体育馆进行的 那个木地板感觉都已经散架了 保养的特别差 我大部分队友的球鞋 在那个地板上都非常的滑 在那种场地下真的能够看得出来 这双鞋的抓地力确实是不错 并且它在各种不同的地面上 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缺点就是耐磨性确实比较差 不至于到橡皮擦的水准 但也是属于中等偏差的 所以并不建议穿它去打粗糙的外场 接下来来到中底 这次采用了所谓的新科技 AirStroble AirStroble就是AirSoul加上StrobleBoard StrobleBoard就是球鞋的中底布 它其实就是KT12中底的AirSoul的版本 其实这玩意儿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我很早之前11年的时候买过乔丹2011 那双鞋是有双系统的 一个叫Quick 一个叫Explosive Explosive那个中底就是全掌的库士朗 加上一片AirSoul 那双鞋的气垫上面也没有任何的中底布 上面直接就是鞋垫 脚感的话 这双鞋其实和乔丹2011的红色中底版本非常接近 但这双由于AirSoul的位置更高 更突出一些 脚感要更明显一点 不过在这个气垫上面 其实还是放了一层布的 只不过是很软很薄的一层 在这层布的上面就是一个超级厚的鞋垫 我这双鞋是45.5码 对你们没有听错 我这双买的是45.5码 为什么一会再和大家讲 在我这个尺码上 这个鞋垫的厚度算上这层布就已经有了8毫米 和我之前那双PG-1首发限定的鞋垫厚度是一样的 关于这个8毫米的鞋垫 我就想起了一个在我这边特别经典的喷子 我在当年的PG-1的测评里面 说鞋垫有8毫米的时候 有一个人一直在追着我屁股后面喷我到处喷我 就是因为我说这个鞋垫有8毫米 他就不信一直在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8毫米有多厚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搞得我哭笑不得 我自己实时求是用尺量的 我骗你干嘛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对这个人记得这么清楚 不过发现了没有 我这个人还是挺记仇的 关于它为什么气垫上面要再垫一层布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让气垫和这个鞋垫能够和谐共存 我们之前乔堂2011上面的鞋垫 因为是奥特莱的鞋垫 然后这种airsole气垫是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 两者长期顶在一起 我那双鞋鞋垫的下面就都裂开了 中底就是这样一个配置 最上面是厚厚的奥特莱的鞋垫 中间是air strobo 下面又是非常肥大的in jacket file on 脚底下这一套配置踩上去 第一感受就是还挺软的 但是是比较绵软的那种软 而不是软弹 实战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它的缓震性是比较好的 因为airsole气垫的气压并不是很高 所以说后跟的缓震性还是取决于体重的 如果体重特别大的话 会容易把它整体的踩穿 但是以我个人来看 后跟在打球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踩穿震脑壳的情况 其实它前掌的缓震性 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一般我在做完双手扣篮 抓框松手要落下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注意我的落地保护 特地调整我的落地姿势 还有双腿的发力 来吸收落地时的冲击 但这双鞋好像抓框落地的整个冲击力 在前掌就完全的被吸收了 甚至都没有传递到脚踝 我穿过这么多的鞋 没有几双鞋能让我前掌的落地这么轻松 在我打全场比赛 还有半场对抗的时候 这套中底的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缺点 首先就是这个中底实在是太泄力了 穿着它有点感觉加不起速 跳不起来 中底本身就又厚又软 后跟还有前掌的内侧 又向外做的非常的突出 启动变相还有刹车制动时候的表现 都是非常的吃力 踩上这个中底 感觉自己运动的欲望都下降了 上场之后不想跑也不想跳 感觉自己的球缝瞬间变老了好几岁 接下来看一下鞋面 也是这次被大家吐槽非常多的一个部分 首先这个结构设计 我就不多吐槽了吧 作为一名全明星球员的签名鞋 这样设计实在是不行 不过说实话 这双鞋的实物质感 并没有在视频里面 或者是图片里面看的那么差 而且后来推出的很多比较骚气的配色 质感其实还可以 而我手里的这双黑白配色 实在是太足利件了 尤其是这个外侧 内侧看起来其实还好 这个设计还有结构真的不行 但是配色拯救的空间 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大的 这双鞋采用了一个双层的球鞋结构 里面是非常厚实的鞋带系统 还有内靴 从鞋面结构就能看得出来 这双鞋上面的刚性支撑少之又少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它的重量和一点都不轻 我这双45.5码 单只左脚达到了452克 右脚也达到了444克 刚才提到了这双鞋我买的45.5码 而我平时是穿44.5码 整整买大了一码 主要是因为这次的非EP版本 尺码实在是小的特别夸张 它的内长又短 前掌又特别的紧 我买鞋店里面的老外店员 跟我也是一样 平时穿44半 这双鞋他自己就穿46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意入手 非EP版本的话 可以直接买大整整一码 不过最好还是有条件能够去试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非EP版本做的更窄 它的鞋面包裹性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强的 它里面采用了五组快速鸡蛋系统 每一组下面都连着这样的人造皮革 一直延伸到中底 在外侧的这种包裹支撑结构 还要更强一些 它在包裹上的优点主要是在于 它可以把鞋面收得非常非常的紧 球鞋两侧的支撑片就可以像这样 把脚牢牢的抓在鞋里面 并且由于做了中底的上翻 而且中底是软质的 所以我可以把鞋带勒得特别的紧 而不会在任何位置产生个脚的情况 而且它的包裹在静态 还有动态的表现上都不错 甚至可以达到很好的鞋脚一体性 下面再来看一下它的支撑锁定与保护性 这也是大家普遍对这双鞋存在疑虑的地方 其中一个主要的槽点就是它的防侧翻 其实我也对比了国内国外博主 在视频当中出现的鞋子 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就是前掌的防侧翻 我这双非EP版本从上往下看 可以看得到中底还有外底是向外突出很多的 从正前方看 前掌的外侧也非常明显的是成梯形的结构 而在做EP版的时候 为了让前掌加宽 它并不一定是把中底还有外底都做加宽 有的时候它只需要把这种泡沫中底的上面 收的没有那么窄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国内的博主在上脚的时候 前掌的外侧基本上就是垂直的 这个角度的差别看似很小 但是产生的防侧翻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稍微往里扣一点 它就会有防侧翻的效果 稍微往外放一点点 它甚至就会有柱崴的效果 毕竟它的前掌材质是偏软的 我在实战这双鞋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疑似防侧翻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球鞋的鞋带系统 还是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包裹性还有锁定性的 使得脚在鞋里面不会出现过多的滑动 不过我也的确感觉 球鞋的整个外侧支撑是有一点点勉强的 外侧的中底上翻比较小 让我感觉并不是这个中底的上翻撑住了我的脚 而是靠鞋带系统两侧的加固把脚强行勒住的 在前掌外侧没有额外加固和鞋带锁定的部分 脚趾就会顶到这个鞋面的外侧 然后前掌脚尖的这个地方 你说它上翻了吧 又上翻了一点点 这个上翻又不够高 稍微突出一点点 脚趾在整个挤到外侧的时候 脚指甲就特别容易抠在这个边缘上 打球时间久了之后就特别的疼 所以前掌的这一小块上翻就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存在 另外球鞋后跟锁定的设计我觉得也不太合理 后跟有点过于向里倾斜 然后内侧的海绵填充又有些过厚 这个东西就会在跑动过程中把我的脚一直往前顶 这也就逼迫着我必须把鞋带勒得特别的紧 不然我的脚就会一直往前串串串串串 就容易造成前面顶胶质后面又不跟脚的情况 另外它在后跟的这个地方 还有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这种向外的凸起 再次给球鞋的鞋带系统增加了压力 只能说这双鞋的鞋带系统实在是太难了 要不是它的鞋带系统做的还不错 这双鞋的包裹锁定支撑真的就一起崩溃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抗扭转 这双鞋中底的刚性其实是挺差的 但是在实战过程中我认为它的抗扭转是够用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鞋脚一体性做的比较好 另外它在球鞋的内侧足弓有着中底的凸起 足弓下面的感受是很饱满的弹性支撑 这点还是值得表扬的 在中底抗扭转的配置上 我就感觉足弓的这个地方是有一片支撑的 它的鞋底在前后掌大部分的地方 按上去都是非常软的 唯独到了中间有这么一块长条形的地方 是怎么按都按不动的 这里明显是有一块硬物存在 是一块硬物不是一块柔软的硬物 掰的话就更明显了 中间这一块长方形的区域是不会被掰动的 估计到了这个镜头又会有很多人刷弹幕文化入侵 我没有拆过我也不敢说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 但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有东西的 因为这种柔软的中底配置 如果中间没有任何的抗扭转支撑片的话 它在实战中的支撑性还有抗扭转 应该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但我还感受到这双鞋的支撑性 其实是有一个最大限度的 如果你体重特别大或者力量爆发力特别强的话 是很可能会突破它的极限的 所以基于安全的考虑 这样的球员请你们远离这双鞋 接下来看一下透气性 外层的袜套是完全透气的 内层的鞋身比较厚 但也都是织物的结构里面并没有封死 所以说实战中可能会比较热 但并不至于闷脚 透气性是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而这双鞋的耐用性就比较一般了 因为它大部分都采用了比较软质的结构和材质 外底不够耐磨 中底的发浪填充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皱褶 这样时间久了之后会影响球鞋外侧的支撑性 另外还得说下它的中底气垫 我以为这双鞋上的airsole是不会唱歌的 但我错了 经过了长时间的实战 它已经能够发出悦耳的歌声 同时这种以织物为主的鞋面结构 在实战久了之后 一定会出现材质强度下降的问题 我在前掌脚趾的外侧 已经感觉里面的鞋面支撑性在下降了 现在在做变相或者后车布的时候 前掌往外戳的情况要比刚买的时候严重了一些 不过相比于鞋面材料强度的下降 这种损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帮助鞋和脚更好的融为一体 比如说它周围的中底上翻 还有厚厚的鞋垫 在实战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它会更好的贴合我的脚的形状 还有一个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全织物鞋面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就是它会有非常严重的缩水的情况 每次打完球晾干之后 它就会比之前小那么一号半号的 我还需要上脚之后强行把它穿开 因为这就是一双布鞋嘛 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明显 最后我再来总结一下这双PG4 首先要再次强调一下 本期测评当中的性能体验都是基于这双非EP版本 并且我推测这次的EP版和非EP版的确有着很大的安全性上的差别 以我个人体验来看 这是一双能够实战的球鞋 我在穿它打高强度的全场比赛时 也没有出现任何安全性上的问题 它的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 优点主要是外底的抓地力不错 中底脚感非常的舒适 缓震性尤其是在前掌的地方非常好 鞋带系统提供的包裹和锁定表现出色 如果不是这个出色的鞋带系统 这双鞋的性能一定是崩溃的 下面说一下缺点 后跟还有前掌内侧的中底又厚又突出 变向横移制动当中的反应性特别差 另外球鞋的外侧缺少刚性的支撑结构 球鞋各环节的耐久度都比较差 还有尺码严重偏小 线上购买彩类概率大 从我对这双非EP版本的个人体验上来看 它并不是什么特别出色的好鞋 但也并不像我个人预期的还有大家说的那么差 最后我给它的综合评分是B 好了那么本期关于这双Nike PG4 保罗乔治第四代签名鞋 非EP版的实战测评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你们觉得国内外对于这双鞋评价的不同 是因为板型呢还是因为脚型呢 或者说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如果你也入手并实战了这双鞋 也千万不要忘了分享你的实战感受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你们的观看感谢你们的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